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抽签问题 抽签到底先抽比较有机会抽到 还是后抽比较有机会抽到呢 我们把它转换成数学的式子来讨论 在一个不透明的代子中 有大小材质相同的七个红球 三个绿球 现在甲乙丙三人 依序从代中取出一球 取后不放回 是求三人抽中绿球的几率 而这个问题也可以转成所谓的抽签问题 一个代子中有中奖签三支 没中奖签七支 现在甲乙丙三人从代中依序抽出一支签 取后不放回 是求三人抽中有奖签的几率 我们解题的概念是这样子的 甲取到绿球 乙取到绿球 丙取到绿球 不管是第几个人取到绿球 我们只要先把一个绿球放在他想取到的位置 假设现在要求的是乙取到绿球 我们就先给以一颗绿球 接下来将剩下的红球与绿球 分别放在其他的位置 这个就是乙取到绿球的其中一个情形 解题的方法可以分成球有编号跟球没有编号两种 我们用George Bauer的程式分别叙述如下 我们有七颗红球 有三颗绿球 可能第一个位置中绿球 第二个位置中绿球 第三个位置中绿球 到第十个位置中绿球都可以 以这一题来讲 这意思就是假中绿球 乙抽中绿球 丙抽中绿球 不管谁抽中绿球 概念都是一样的 我们随便开始 假设第五个位置抽中绿球的话 我们就把绿球先放在第五个位置 所以有C31种方法 接下来我剩下了两颗绿球跟七颗红球 我给它放到其他的九个位置上 那有九阶层种方法 所以我总共有C31乘上九阶层种方法 所以我第五个位置是绿球的几率是十阶分之C31乘上九阶 就是十分之三 接下来我们考虑球没有编号 也是一样 随便哪个位置抽中绿球都是一样的意思 假设第三个位置抽中绿球 开始 首先我们先把一个绿球放在第三个位置 那当然是有一种方法 接下来我们将剩下的七个红球 两个绿球放在剩下的七个位置 那有九阶层除以二阶层七阶层种方法 根据乘法原理我知道 第三个位置放绿球 总共有一层上九阶层除以二阶层七阶层种方法 而七个红球三个相同的绿球排成一列 总共的方法数是十阶层除以七阶层三阶层 所以第三个位置是绿球的几率是 十阶层除以七阶层乘以三阶层 分支九阶层除以二阶层七阶层 经过计算得到十分之三 接下来我们考虑树状图的分析 甲从十支签中抽取一支 中奖签有三支 所以甲抽中的几率是十分之三 而甲没抽中的几率就是十分之七了 接下来我们考虑乙 如果甲已经抽中 这时候有奖签只剩两支 也要从剩下的九支签中抽中有奖签 所以已抽中的几率是九分之二 当然已不中的几率就是九分之七 而第一次甲没抽中 所以剩下的九支签中有三支是中奖签 那已抽中的几率就是九分之三 已没有抽中的几率当然就是九分之六 所以我们考虑已抽中的几率 根据乘法原理 甲重且乙重 十分之三乘以九分之二 加上第二个情形 甲不重乙重 十分之七乘以九分之三 我们得到十分之三 接下来我们考虑丙抽中有奖签的几率 从剩下的八支签中 第一个情形 甲重也也重 所以只剩一支有奖签了 所以丙重的几率是八分之一 当然丙不重的几率就是八分之七 第二个情形 甲重也不重 这时候八支签中有两支有奖签 所以丙重的几率是八分之二 丙不重的几率是八分之六 第三个情形 甲没抽中乙抽中 这时候八支签中还有两支是有奖签 所以丙抽中的几率是八分之二 丙不重的几率是八分之六 第四个情形 甲不重乙也不重 这时候八支签中还有三支有奖签 所以丙重的几率是八分之三 丙不重的几率是八分之五 根据乘法原理 我们得到 甲重乙重丙也重的几率是十分之三乘九分之二乘八分之一 甲重乙不重丙重的几率是十分之三乘九分之七乘八分之二 甲不重乙重丙重的几率是十分之七乘以九分之三乘以八分之二 最后加一两人都不重而丙重的几率是十分之七乘以九分之六乘以八分之三 经过计算是十分之三 所以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加一丙三个人抽中的几率都是相等的 所以抽签是很公平的 不管先抽后抽抽中有奖签的几率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考虑的是用条件几率来处理 十支签有三支是有奖签 假设这一块是有奖签所成的集合 这一块是没有奖的 好那甲抽中几率当然就是十分之三 好接下来考虑乙 好乙要从剩下的九支签中 第一个情形 剩下的九支签中有几支有奖签 假中的时候只剩下两支有奖签 所以乙再抽中有奖签的几率是十分之三乘上九分之二 而假如果没有中的时候 这边还有三支有奖签 所以乙抽中的几率是十分之七乘以九分之三 经过计算我们发现乙重的几率还是十分之三 接下来我们考虑丙重的几率 剩下八支签中如果刚刚看到的甲重乙也重 所以剩下八支签中只有一支是有奖签 所以丙重的几率是十分之三乘以九分之二乘以八分之一 第二个情形 假中乙不中 所以这个时候还有两支有奖签 所以丙重的几率是十分之三乘以九分之七乘以八分之二 第三个情形 假不中乙重 所以这个时候还有两支有奖签 所以丙重的几率是十分之七乘以九分之三乘以八分之二 最后一个情形 假以都不中 那这时候八支签中有三支有奖签 所以丙重的几率是十分之七乘以九分之六乘以八分之三 那把这四个情形加起来 我们得到答案还是十分之三 所以加以丙三个人抽中有奖签的几率都是十分之三 也就是说先抽后抽并不影响得奖的几率 我们发现球有编号的时候算出的几率是十分之三 而球没有编号的时候算出来的几率还是十分之三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说明如下 首先我们解释有编号的时候 R个红球 G个绿球 每次取出一个取后不放回 那第N个位置是绿球的问题 第二个位置是绿球 所以我们考虑绿球中先选一个也就是CG1 而剩下的R加G减1颗球排成一列 所以总共有CG1乘上R加G减1阶层种方法 那总共的R颗红球G颗绿球排成一列 有R加G阶层种方法 所以经过计算是R加G分之G 而球没有编号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样 DN个位置是绿球 我们先把一个绿球放在DN个位置 而剩下的R颗红球G减1颗绿球排成一列 那有R加G减1阶层除以R阶层G减1阶层种方法 DN个位置是绿球的几率 就是R加G减1阶层除以R阶层G减1阶层除以R阶层 就是R加G分之G 所以这个取球问题就是可以转换成抽签问题 也就是说哪个位置取到绿球减率一样 抽签的时候不管你先后顺序抽中的减率也是一样的 DN Nos Dных 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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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